山长现代极简都会时尚风 这一次更将欧洲建筑的意境带入室内设计 她就是幸福魔法师杨婉玲 今天这段幸福魔法师呢 我们要看的是一个非常具有欧洲异国风味的设计 通常我们去欧洲旅游都很喜欢拍它的建筑外观 因为它很有自己的味道然后很有特色 不过今天很棒哦 设计师会把欧洲建筑外观的元素 运用到室内设计来哦 婉玲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因为屋主喜欢旅行 所以她希望能够在他们的房子里面 看到她在国外看到的风景 把它带回到屋子里面来 希望回家有还像在国外度假的感觉 我们今天看的空间是一个别墅对不对 对 这个别墅是一到四层楼的居住 空间环境 对 那我们主要的设计是在于 一楼的客餐厅还有厨房部分 那二楼的话是主卧房和主卫浴的部分 OK 所以每一层楼的面积大概多大 大概15瓶左右 由于说它是那个预售案 所以它占有了客变的优势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当初是保留了一楼的公共卫浴 其余的空间呢都给了所谓的公共厅区 那你一楼就是所有的隔间厂你通通拿掉不要了 对 就是把一些不必要的累赘的隔间把它拿掉了 然后利用了利用它挑高与减法的运用规划下 对 让这个空间呈现了洁白的古典新古典风格 你虽然运用减法但是空间有放大的效果 有 有 绝对有放大的效果 那我们听说呢这个案子有一个最大的挑战 对 最大的挑战就是在于建设公司一个 在屋子正中心摆了一个电梯 对 因为别墅有电梯这件事情是必须有 是好事 这是好事 对 但是放在屋子的正中央 其实就会考验设计师的设计功力了对不对 对 所以待会儿我们可以看到这方面的一个设计的 没错 让它修饰然后又要融入风格里面 对 没错 好 我们来聊一下今天怎么定义我们这个风格呢 其实我们这个风格的走向是属清古典 清古典 对 清古典的风格 但是我们又带了一些些关于欧式建筑物的元素在这个里面 所以会让人家仿佛是走在那个欧洲的建筑街景上面 OK 我们一起来欣赏今天这个非常有异国风味的案子